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雨夜出租车 天望栏目即将播出 凌晨天气还不亮 当时是一名群众发现路边停着一辆出租车 车灯是亮着的 司机的车门是开着的 其中一个人在车内大喊大叫 这辆出租车停靠在黛岳区天平湖路 与眉山西路十字路口的东南角 11月10日清晨 5点半左右 民警和医护人员先后赶到了现场 出租车后排躺着一个人 此时他已经安静下来 看上去就是一个年轻的一个小伙子 挺壮实的躺在后边睡觉 后排车门打开后 一股酒气散出来 但是车上的年轻人依然昏睡不醒 当时叫是叫不应 就是那种类似于醉酒状态 你一动他他有反应 但是他就是说让他出来不出来 就全塞那边就躺在后排睡觉 看起来这名神志不清的年轻人 像是乘客 他虽然没有明显的外伤 但是在前排座椅靠背侧面 警方发现了零星的血迹 车上的血迹 因为伤者当时是在车上躺着 处于对手状态 有可能的到处摸 有可能是伤者的 现场没有发现出租车司机的身影 勘察的同时 民警就地展开搜索 在距离出租车左前方十米左右 道路中心的绿花带附近 民警发现了一名中年男子 当时那个人伤得挺重 就是在脚后跟 有一个皮肤的一个撕脱伤 撕脱面积挺大的 然后头部有一点歪伤 但是不是那种开放性的 出血不是很多 现场这个马路中间 发现了大量的血迹 在这个血迹的周边 又发现了套层的鞋子和袜子 倒在地上的这名男子 已经无法与民警及医护人员 正常对话了 当时那个人稍微有点意识 但是意识很模糊 就是简单单单地说疼 然后说回家 其他的你要再问他叫什么名字 然后问他去体的受伤位置 都说不上来 医护人员马上将两名伤者 送往附近医院进行救治 民警则开始进行车内的勘查和取证 车内物品都完整都非常的完好 里面有这个钱包有手机 都在还有一些这个司机用的一些零钱 都在车上这个放置着 这个钱包中有一个身份证 经过辨认 民警确认倒在路中间的伤者 正是这辆出租车的司机 这时出租车公司的工作人员 也闻讯赶来 你不用动鱼山气 你其他所有东西都不用动 你管我打发票 尽管车内物品相对完整 但是计价器却有一些异常 3年312打得起来 3年312 跑多少公里了 8公里 跑了8公里28 这5年3198也是 状态 这个 这个是等时 应该是等了无学是39分36秒 随着工作人员的到来 计价器最终定格在73元 最久的乘客受伤躺在车里 出租车司机 为什么会倒在十几米远的道路中间 两个人是如何受伤的 这五个多小时的等待过程中 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案发现场 位于城乡结合部 周边偏僻空旷 即使是白天 这里也少有人来 更何况 前晚下了一夜雨 案件性质 一时难以断定 不过 在出租车司机倒地的附近 一道刹车痕迹 依稀可见 刑警们 随机请求交警部门 协助调查 会议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情况 是他听车 但是听车的情况下 发生了什么问题 是不是行事安静 这一块都不赶进行猜测 交警赶到现场后 又以他们的视角 对现场重新进行了查看 与刑警一样 交警也把疑问 集中在那道刹车痕迹上 这是现场十分重要的信息 后楼里爽拍楼里的刹车痕迹 看那个刹车痕迹的时候 在前面又发现一个 碾压痕迹 就是那个肌肉组织 在那个地面里有一个腹状 发现之后 这个摘完茜 发现那个血迹 随着这个血迹摘上茜 有一段距离 发现一个碎片 碎片是透明物质 呈三角形 综合这些信息 民警怀疑 出租车司机的伤情 是被车辆撞击所致 而这个三角形碎片 很可能就是从 肇事车上掉落的 我认为这个车 肯定是个人身体上有燃烧 我出发那个 就是给云南的 我们在一块扫头之后 出发那个肯定是 由车辆撞击的 就出来救 对人造成伤害 如果出租车司机 是被途经车辆撞伤的 那么雨夜中 出租车司机 为什么要在这么偏僻的地方下车 那名乘客身上的伤 又是怎么来的 当时我们就也记住了几个设想 是不是两个人在发生过 在现场发生过打斗 或者说两个人 是不是发生过争执 在争执的过程中 有没有这个车辆过来 发生交通事故 为了弄清真相 民警分成两组 一组继续留在现场勘察 寻找周边的监控视频 一组赶到医院 尝试对伤者进行询问 其中一个病情比较危重 护肢不应 无呼吸 无脉包不动 立即进行心肺复苏 抢救无效 追逐死亡 出租车司机经抢救无效死亡 而那名男性乘客 依然无法与民警沟通 病人一来的时候 这个绳子模糊 身上有酒味 身上也有多数群伤 经过检查 发现有些部位有骨折 通过这名乘客身上的证件 民警得知 乘客名叫马某通 于是 民警对马某通 前一晚的活动轨迹 展开调查 希望通过这条线索 解开这起案件中的 种种疑团 案件扑朔迷离 鉴定指明方向 我们认为 这就是一起交通事故 导致的随伤 乘客醉酒失忆 无法还原事发过程 轻控发现 迟练过路车 逐一排查 锁定嫌疑目标 当然是 大家都是位置一阵 很有可能的 雨夜出租车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2017年11月10日 从路边的出租车 被发现 到出租车司机身亡 从神志不清的男性乘客 到他身上奇怪的伤情 通过现场勘查 警方还不能对 这一蹊跷的案件 进行合理解释 确认乘客的身份后 民警开始追踪 其案发前一晚的活动轨迹 从中寻找侦破线索 这个伤者 当天从中午就开始饮酒 总共饮的是四场酒 在不停的地方 连续饮酒 处于严重的对酒状态 酒席结束后 乘客马某通 独自打车回家 他的居住地距离案发现场 只有100多米的距离 他平时在打工的时候 就是在那个路南侧 出租路南侧一个公里上 在那里居住 即使到了居住地附近 马某通为什么没有下车 而出租车司机 为什么下车了 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由于事发路段 刚刚建成不久 道路监控设施 还没有投入使用 不过 在案发现场 北侧40米左右的地方 民警发现了两个 民用监控探头 出租车计驾器显示 车辆有五个多小时的 等候时间 民警以此倒推 确定了视频侦查的 大致时间范围 视频里的这个 案发现场比较远 而且中间里 有这个比较高大的 这个绿化数目 遮当 因为现场不是很清晰 其中一个监控画面显示 是1月10日凌晨3点39分左右 出租车出现在画面中 他在路口掉头后 停在了马路南侧 也就是他被发现的位置 视频虽然模糊 但是可以看到 司机首先下了车 后排的乘客也下了车 两人一起走到车后 又从车的左侧走到了车前 消失在监控范围内 之后就再没有出现过 当时就考虑 这段时间他们在那赶什么 为什么要一块跑到后边去 这个 一样是 这个文明和新鲜队 当时考虑着 是不是交通事故 还是行驶案件里 有疑问的地方 案件性质尚未明确 但传言却已经四散开来 案发当天 出租车司机被害的传言 就已经在泰安市传开了 一些泰安市的出租车司机 在自己的车上系上了黄丝带 既是寄托哀私 也是敦促公安机关早日破案 因为当时对这个案件 这个显示很少 没有一定的目标 审认的连他的性质都搞不清楚 当时压力很大 案发第二天 法医完成了对出租车司机的尸检 尸检报告成为案件定性的重要依据 它是一种典型的 一种减色性损伤 另外就是说 它提表的损伤 分布也比较广泛 虽然比较轻 但也比较广泛 再就是这个 齿骨有一个纵型的骨折 通过这些方面 我们分析 它的这个接触面 应该是相对较大的 不符合单纯这种摔跌 导致领脑损伤的这种情况 所以中华镇所有的情况 在接上在现场的勘验 我们认为 这就是一起交通事故 导致的随伤 警方认为 这是一起交通肇事逃逸案 现场的刹车印 应该就是肇事车辆留下的 侦查方向也就此明确了 但是死者家属 却对这个定性表示质疑 家属就 一方面呢 是对我们这个结论的不认可 另一方面呢 就是说 要求我们公安机关 你既然说是交通事故 那你得给我把车辆 把这个肇事车辆找出来 虽然面对死者家属 和社会舆论的双重压力 但警方还是认为 交通肇事逃逸的案件定性 是经得起推敲的 侦查 必须有条不紊的进行 案发后的三天时间里 民警将现场发现的监控视频 进行了仔细梳理 11月10号 凌晨3点39分 出租车到达现场 清晨5点半 警方到达现场 期间 共有大大小小十辆车 从这一路段经过 尽管民警从现场的刹车痕迹 判断肇事车辆为货车 但还是把经过现场的十辆车 都列为了排查对象 不过 由于监控角度的原因 视频中只能看到这些车辆的侧面 看不清具体车型 更看不到车牌号 民警只能想办法通过其他监控 一一确定 这十辆车的具体信息 我们随着这个大河路 一直往汇州 在大河路和林沙大街路口 通过这个卡古视频 对于各个方向上 难骑的所有的车辆 和这个发生事故的 那个位置的 那个车辆的车型相似的 所有的这个车辆的车号 我们也一个的进行排查 就在警方全力查找 肇事车辆的时候 医院传来消息 受伤的乘客马某通 苏醒了 乘客是还原事发经过的 第一目击证人 民警迅速赶到医院 希望通过他的证词 找到答案 其中第一个疑问就是 他和出租车司机 当时为什么要一起下车 你已经不没下车吗 已经不没下车 我上车头逃到湖边的 从哪下来车 我一都知道 你记起来的时候 就是出租车在哪地方 停着来 你坐哪地方 扛着来 我记起来就 在长车后 我一都知道 然而 作为事故中的幸存者 由于马某通 当时处于严重的醉酒状态 他对自己为何下车 怎样受的伤 又是如何回到车内的 已经完全不记得了 虽然大失所望 但民警却不得不接受这个无奈的结果 只能继续围绕视频监控 查找线索 11月14日 通过距离案发地点前三公里远的一处交通卡口 民警终于确定了 突经案发现场的第一辆和第三辆车的信息 民警迅速赶赴车辆所在地 泰安市泰山区和济南市平均县 对辆车进行勘验 我靠有些事了 在这我站15年 右边乘客出不上 开着左边名字 左边签名字 我都串了一下 走到之后一看了个 差点签谱 黑腕的 也没有威修的痕迹 就把他拍出了 通过与司机交流 查看车辆 民警排除了这两辆车肇事的嫌疑 11月19日 民警又确定了 经过现场的第二辆车的信息 当民警与该车司机联系时 这名驾驶员的态度 让民警产生了怀疑 这个司机说是在外地出发 今天在这里 明天在那里 后天在那里 这个一直说是不和没见面 当时我们怀疑 是不是 就是这辆车 这辆车的可疑性 是比较大的 为了防止证据被毁灭 戴岳区交警大队的民警 会同戴岳区公安分局的刑警 立即赶赴车辆所在地 泰安市宁阳县 对这名驾驶员进行询问 并对车辆进行勘验 从我看见 在他的这个车的 坐后轮 坐后轮上方的位置 发现了有疑似人的阻止 当时大家都是位置一阵 很有可能就是他 这辆车的肇事嫌疑迅速上升 民警首先要确定 车上的提取物 是否为人体组织 然后再确定 这是否跟死者有关联 案件侦破的曙光 似乎出现了 物证送检后 民警陷入了焦急的等待中 排查受挫 破案前景不容乐观 达世就说 这个事故 很妙忙 能跑的坑性 不是很大 实地调查 终于确定肇事车型 同行司机到处事发过程 雨夜出租车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为了找到出租司机死亡 以及乘客受伤的原因 通过对事故现场周边监控的排查 民警锁定了案发时间段 途经现场的十辆嫌疑车 经过现场的第二辆车 是一辆半挂货车 民警从这辆车 左后轮上方的车体上 提取到了疑似人体组织的物质 民警们似乎看到了破案的希望 但是法医鉴定的结果 又让一切回到了原点 通过经济检测 发现这并不是一个人体组织 心情很巨大 被摸了好几天 认为有希望的社会 突然发现又不是 此时 在锁定的十辆嫌疑车中 民警已经排除了三辆 但是要想确定另外七辆车的具体信息 并不容易 现场这个 现场视频 图像太长 无法进行 公网车的 精确的车辆信息的 配杀和避兑 已经开了三辆车了 后边车辆信息都找不到了 都没有从 开户警过 当时就说 这个事故 很妙茫的 能破的可能性 不是很大 如果无法查到这些车的 牌照信息 还有什么办法 能够找到这些车 还可以从哪些细节入手呢 经过讨论 民警决定 先从确定车型着手 缩小排查范围 这样就相对容易了 通过监控画面 在第四 第五辆车 途经现场时 尽管这两辆车 速度较快 从监控中一闪而过 但民警 还是从模糊的图像中 分辨出 这两辆车为货车 且车型基本一致 很可能是同型的车辆 或者是一些扎土车 一晚上他们扎土车 出来的工作 存在比较多 在外面太安 扎土车都是规范管理的 而且都是由GPS进行定位的 民警首先确认了 泰安市所有安装了 定位装置的扎土车 然而 查看了他们 在案发时间段的行车轨迹后 民警却没有发现 任何一辆扎土车 曾从案发现场经过 我们当时是还怀疑 预认了那个 扎土车把GPS管了 没开或者坏了 但是通过了去 基本上就走了一个死互头 就是没有任何扎土车 从来过 不得已 民警又对视频 进行了反复查看 这回 他们发现了另外的端倪 在那个泰安 扎土车 在上面它都盖上一个盖 但是这两辆车还没用 这两辆车可能不是扎土车 那它们又会是什么车呢 泰安市西部 货车相对集中 民警决定天黑以后 到马路边去蹲点 观察路上行驶货车的类型 看看扎土车经过的时候 是一个什么形状 就是弄用车 经过的时候是一个什么形状 然后再近距离地 对这个产量进行牌照 转砍 你白天看 可能有视频 还有差距 我们只要晚上去看 到底这个车 晚上自己弄什么状态 我们最喜欢能看清 晚上这个拉萨市的车 这个影响资料 是不是跟咱那个现场经过的时候 是不是一样 与此同时 民警在对位于成熙的一家沙石厂 进行走访时 看到厂内 停有二三十辆 同一型号 同一颜色的货车 经过比对 罢民警确定 途经现场的第四第五辆货车 就是这种拉沙石的 北京牌自卸低速货车 不过经过勘场 当时在现场的这些车辆 肇事前移全部被排除了 然后我们就对于新台城的 所有的道路上的卡扣系统 两辆这种小货车 以前以后的 在这个时间段里 经过的这些车辆 所有的进行排查 确定车行以后 民警继续通过监控暗图索计 事发地西北方向三公里左右 是高铁曹家村小区 民警在一个路口的监控中 发现了 以前以后行驶的两辆同款货车 但监控拍摄到的 同样是车辆的侧面 无法看到车牌号码 于是 民警又沿西北方向 推近一公里 在天平老太肥 与北黄路口的监控中 他们终于看清了 其中一辆货车尾箱上的 放大号牌 那个行动的贵笈 他两个都是同步的 一日一千一口 原本他在前面就在哪里 一千一口一日他两个 早我们判断他两个是一块 外一个公园 那种 当时初判断认为他两个认识 于是 寻着车牌信息 民警再次来到了 位于城西的这家沙石厂 在这里找到了 韦浩为520的嫌疑车 跟那个厂 你看下面丢了个跳 跳跟那个罩子是一样一样的 不过他应该是 坐边坐的 什么是新换的呀 看我说很新 这个条 肯定是不大 因为它是个灯啊 外面身验也不是很短的 通过勘尝 这辆车的肇事嫌疑 还是被排除了 但民警可以确定 遗留在事发现场的车辆碎片 就来自于这款车型的车灯 我自己又算公交通啥 看一个 那前面看一个 那咱一块 前面看一个车 那个车这个 我都没看清楚 胡乱乱 人家那都是一块的 这个刷是吧 司机张某说 当晚 两车同行 是去同一个工地送料 但是 货车都是他们个人的 他并不认识那个货车司机 也不记得那辆车的车牌号 对张某所言 警方深表怀疑 于是 民警决定将张某 带回交警队详细询问 刚到交警队 张某就说 他想起了一些新的信息 除此之外 张某回忆 当天经过案发地时 前方的货车司机 有一个不正常举动 他蒙一把 蒙一把 我说 他被我吵了 我心里 他回来 我心里 我心里 此时 民警们坚信 与张某同行的货车 就是肇事车辆 但张某无法提供 前车的车牌号 他只知道 该车司机的绰号 叫攀哥 并不知道 他的真实姓名 因此 民警只能到他们 送杀石的工地 去核实情况 寻找这个攀哥 几经周折 警方终于找到 肇事车辆 谁回来呢 开心 开心 沿街排查 起货肇事车辆破损大灯 迫于压力 肇事司机 投案自首 雨夜出租车 天网栏目 正在播出 2017年11月22日 距离案发 已经过去了12天 民警来到 嫌疑车辆 运送杀石料的工地 走访排查 案发当夜 两辆货车一路同行 为什么最后 却从不同的方向 来到工地 民警分析 走在前面的 第四辆货车 途径现场是肇事 所以 没有按常规路线行驶 而是走了别的路 甩开了后车 趁机对破损的车辆 进行伪装 民警根据车辆登记信息 找到了这辆车的车主 但是这个人并不是潘哥 车主说 大约在一点有的钱 这个车就已经卖了 还没来得及经过 车主说 他把车 卖给了家住 黛岳区 道朗镇 一个叫王某的人 11月23日下午 根据车主提供的 电话和地址 民警前往道朗镇 寻找该车及司机 在村干部的引导下 民警终于在一户 村民家的门口 找到了嫌疑车辆 通过勘查 民警们基本可以确定 该车就是11月10日 在泰安市戴岳区 涉嫌交通肇事逃逸的车辆 但此时 该车的司机王某 并不在家 民警随即暂扣了车辆 并告知家属 敦促司机王某 尽快到交警部门 说明情况 然后他家属 这个 就是很平静 不是很平静 就是说 咱说知道这个事 发现很激烈 同时我们更严重 基本上 这个更严重 他知道这个事 为了确定更完整的证据链 民警试着寻找 货车被换下来的左侧前大灯 通过走访 民警了解到 道朗镇 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家修理店 可以维修这种货车 于是 民警一家一家的前去排查 每个修理操 现在修理操 他有个特点 人家习惯 他许货车之后 他会被这个换下的配件 废件 他寄责起来对方 涉嫌肇事的货车 是在临街的一家修理店 进行维修的 通过与修理店老板核实 司机王某 的确于11月11日 在这里更换过大灯 最终 在这家店旁边的费件堆里 民警找到了 从肇事车辆上更换下来的 左侧前大灯 11月24日上午 司机王某来到 带阅区交警大队 投案自首 王某只承认 当时他看见了出租车 行驶过程中听到异响 但并不知道 自己的车撞了人 当民警提出 他为何要绕路 进入工地这个细节时 王某终于无言以对 彻底坦白 他在案发当时 就知道撞了人 他打的工 照的时候一照 看见人的时候 已经到了三个年了 他没看见是几个人 看见两个人 然后他就大方向 监管没打个写 还是把他创好 当时由于害怕 他就直接走在那里 停车 至于出租车司机和乘客 为什么会下车 为什么乘客上车了 司机却没有上车 乘客又为什么受伤 这些疑问 可能永远无法解释了 2018年6月26日 泰安市戴越区人民法院 依法作出判决 货车司机王某 犯交通肇事逃逸罪 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并终身禁驾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A级通缉令 陈宇 男 1971年11月29日出生 户籍地河南省 泄阳市罗山县州党镇中心街 身份证号码 4130281971 11294732 该男子为重大盗抢骗犯罪再逃人员 公安机关希望社会各界 和广大人民群众 及时检举揭发盗抢骗等 违法犯罪活动 发现有关情况 紧急时拨打110报警 看似寻常的交通事故背后 却暗藏玄机 骨折的手指下 到底隐藏着怎样的骗局 辗转波地疯狂作案 70多个受害者 为何却无一人报案 看警方斗智斗勇 如何消灭断指邦的嚣张气焰 断指邦的覆灭 天网栏目 近期播出 近期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许可抒合 不吝点赞 许可抒合